上周ATP网谈进行了两项500赛事的争夺 中国男子网球选手张之珍和吴义炳都在同一项赛事上出战 然而结果却是大相径庭 那么他们的表现究竟如何呢 今天笔者就借助桌文带你去看看吧 张之珍止步ATP500哈雷公开赛资格赛首轮众所周知 张之珍前不久在2023年罚王闯进了第三轮 追平了中国内地男子网球选手在大满关上的最佳战绩 然而或许很少有人知道在草地这块赛场上 他同样曾经表现的相当不错 2021年张之珍在温网资格赛上连胜三场杀进正赛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公开赛年代以来 中国内地男子网球选手首次进入温网正赛 尽管在温网正赛首轮他与对手熬战五盘 爆汗出局 然而张之珍却是在大满关正赛上第一个拿到过两盘胜利的 中国内地男子网球选手 遗憾的是近两个赛季 他在草地赛季上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 上个星期在APP500哈雷公开赛资格赛首轮 张之珍被Top300开外的德国选手维塞尔斯横扫出局 随后的比赛中这位德国选手战胜了曾杀进挑战赛四强的同胞斯 夸尔 晋级ATP500哈雷公开赛赛赛 首轮比赛中 维塞尔斯在大满关长客获得过两个巡回赛亚军的同胞汉夫曼手中抢下一盘 这一切都说明维塞尔斯的实力远在排名之上 联想到前些天张之珍在ATP250司图加特公开赛首轮 输给老对手德国选手施特鲁夫 此后施特鲁夫接连战胜了新科奥网四强美国选手保罗 ATP250之王 法国选手加斯奎特 大师赛冠军胡尔卡奇 新科美网四强地亚福等名将 杀进决赛 或许我们只能感慨张之珍的签韵伟实不佳 下周张之珍将出战ATP250伊斯特本公开赛 他的表现如何就让我们共同关注吧 吴亦炳 止步ATP500哈雷公开赛首轮2023年 由于吴亦炳在2月份举行的ATP250达拉斯公开赛上 获得职业生涯首个巡回赛冠军 此后他在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 曼阿密大师赛 罗马大师赛上都有获胜场次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 吴亦炳的世界排名都在张之珍之上 这客观上使得在很多巡回赛和大师赛上 吴亦炳都得已直接入围赛赛 ATP500哈雷公开赛首轮 吴亦炳遭遇俄罗斯名将卢布列夫 本赛季 卢布列夫在蒙特卡洛大师赛上 获得了职业生涯首个大师赛冠军 而且 他职业生涯曾经七次杀进大满官八强 客观上来看 这位选手的实力远在吴亦炳之上 首盘 卢布列夫很好地控制住了场上的局面 他干脆利落地拿下了这一盘比赛的胜利 第二盘 吴亦炳突然爆发 在落后的情况下 把比分追平 最终双方不得不进行抢气局的较量 抢气中 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吴亦炳放开手脚 敢打敢拼 最终拿下了这一盘比赛的胜利 尽管在决胜盘中 有于种种原因 吴亦炳最终脆败给对手 无缘晋级 然而 能从卢布列夫手中抢下一盘 已经实属不易 联想到上周 在APP250斯图加特公开赛首轮 吴亦炳两盘 横扫潜温网亚军科业高斯 获得职业生涯草地巡回赛首胜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接下来的草地比赛中 吴亦炳或许会有更亮眼的成绩 一切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来源 网球之家 作者 一心居士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